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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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食品安全的問題 這過去這三四年來 幾乎是一年已暗 好像比我們過去沒有這麼富裕的時代 更為的頻繁 那為什麼會是這樣呢 很多消費者就會說 政府怎麼都管不好 廠商怎麼都這麼黑心 但是我要問的是 消費者為什麼沒有負起自己的責任 因為這些事件 如果我們好好的反省一下的話 我想我要提出一個不太一樣的看法 給各位同學作為參考 第一個 其實大部分的消費者是忽視飲食的重要性的 今天你們來修這個課 也許會有一點不太同意 至少你是重視了 所以你才會上這門課或選修這門課 但是回顧一下 想一想你身邊的年輕人 絕大部分是覺得飲食嘛吃飽就好 好吃就好快樂就好 很少去注意到為什麼要天天吃 為什麼要想一想才吃 你身邊最有價值的東西 現在盤點一下最昂貴的是什麼 丟了你會心疼的東西是什麼 手機跟我猜想的差不多 筆電還有沒有 你還沒有房子還沒有車子 好 那這些丟了真的很嚴重嗎 可以再買 甚至你不喜歡還不是真的弄丟了 你就是不喜歡再換一台也可以對不對 但是飲食不是身外之物的意思是什麼 所有你選擇吃進去 或者是你不知不覺吃進去的東西 你都丟不掉 你都丟不掉 那我們的營養研究已經很清楚的 在科學證據上顯示 所有吃過的東西 都會在我們的身體裡頭留下痕跡 那在這一堂課裡面 就是要教導同學怎麼樣讓身體裡面 透過飲食留下健康的痕跡 而不是累積疾病的痕跡 所以第一個很重要很重要 你要記得一生的觀念 甚至傳達給自己的家人朋友 將來如果有一天你有更高的職位 可以傳達給更多的國民 那麼飲食不是身外之物 所有的吃進去的東西 都會在我們身體裡頭留下它的痕跡 使人走向健康或者是走向疾病 那既然它這麼重要 大家重視飲食的資訊嗎 食物究竟裡面還有什麼 我們吃進去什麼東西 你憑什麼知道呢 消費者唯一能夠知道的 就是廠商所提供的資訊 那可是我們不太求認識去理解 我們要簡單的答案 營養學者或者是健康食品學者 廠商 常常被問到的就是吃什麼可以聰明一點 媽媽會這樣問 吃什麼可以避免血脂過高 血糖過高 不要講太多 給我一個答案就好 我們只求簡單的答案 但是簡單的答案真的有用嗎 各位可以稍稍想一下 那更嚴重的事情是 當我們失去了判斷選擇的這個能力的時候 你也喪失了自主權 別人告訴你什麼好你就吃什麼 別人告訴你什麼不好就不要吃什麼 那我們到底在聽什麼樣子的資訊 來作為選擇的依據呢 等一下同學可以互相討論一下 你自己或你的家庭 你身邊的人都是怎麼樣子的來做選擇判斷的 然後看看自己到底重視到什麼程度相對的 就是我們是不是相對之下太過忽視 那我們拿一個標準來做客觀的比對 選手機的時候你會做多少的資訊收集 那選食物的時候天天要吃的 你會做多少資訊的收集判斷討論 然後知道自己要做什麼選擇 找一個你最重視的客觀標準 然後問飲食我到底重視它的資訊到什麼程度 那第三點呢 是喪失食品的天然形象的認識 蘋果長什麼樣子 我們都知道 那蘋果汁應該長什麼樣子 可能就不太知道了 馬鈴薯長什麼樣子各位知道 可是洋芋片呢完全變了樣子 還是馬鈴薯嗎 那我們從小到大生活的環境 基本上我們的飲食型態被許多的 已經是沒有天然形象的食品所包圍 那如果我們從小 設想一個孩子如果從小到大 對食品的形象都是藉由這些 已經加工過的食品的形象 那我們可能就會失去了正確的認識 那我想舉一個例子 如果一個孩子做媽媽的 從小開始為了讓孩子食慾 怕他不吃東西 所以我就常常買這個蘋果汁給孩子喝 說這就是蘋果汁啊 是蘋果榨出來的汁 你覺得將來孩子會愛吃蘋果嗎 當我們認定蘋果汁就是要那種味道的時候 蘋果的滋味是什麼 紅蘋果 青蘋果有沒有不一樣的滋味呢 蘋果的品種非常的多 我到美國去讀書的時候 Cornel大學紐約州是一個農業州 進到那個學校的農學院 他們有一個蘋果園 到了這種秋天蘋果收成的時候 蘋果的種類從這麼大的叫母子的蘋果 到小小的叫做Macintosh的蘋果 琳瑯滿目 你真的是可以天天選 每個禮拜選不同的蘋果來吃 味道都不一樣 質感也都不相同 它的多樣性絕對不是加工的蘋果汁 可以代表的 但是一個孩子如果認定蘋果汁的口味 日後所有的蘋果都會讓他覺得不夠對 好像不對勁 因為不標準 所以我們喪失了有關天然食品的形象 不只是他的樣子 也包括他的所有的本質 好 那另外一項是除了我們重視我們拿到手的食品之外 我們重不重視這個食品它的生產環境 我們都知道食品安全很重要 我們希望吃到安全的食品 可是安全的食品要從哪裡來呢 顯然超市不是最主要的源頭 所以修讀這門課程的時候 我之所以非常重視這門課程是 當從我們的健康所需要的食品 我們會一路的關注到我們的環境 沒有好的環境 沒有好的土壤 好的水質 事實上到我們手上的食品都可能會有 從環境裡頭開始帶進來的各種你不希望有的物質 那所以健康的起點其實是環境 那如果更直接一點我們說起碼農場、牧場 這些直接生產的場所一定要有安全、衛生、適當的品質 或者是優良的品質 那現在這樣子的環境品質影響食材生產的品質 其實越來越受重視 可是我覺得比較可惜的事情是 這種所謂的講究品質的食物 它的價格也都比較貴 那是不是表示只有負得起的人才有健康的權利呢 應該這樣嗎 也許不應該這樣 事實上絕對不應該這樣 人人從小到老都應該有優質的食物 作為健康的基礎 所以整個我們會有這樣子的 在這麼富裕的時代 這麼高科技的時代還會面臨到 我們對所吃的飲食 不論是它的安全、衛生品質 或者是它對健康的影響 都還充滿了一些疑慮 那我們真的是消費者是需要想一想 自己該盡什麼責任 才能夠讓整個食品生產的環境 還有行銷的環境等等 從生產一直到消費者的手上 你都可以安心的使用 尤其是同手無欺老少嫌疑 好 所以這是這門課程一個很重要的反省 作為我們上課的起點 未來的可能性 也有必要的 要求近一點 閉路 你可以 好